东周列国故事 毛遂自建 原著司马迁 改编梁氏 绘画汪玉山 战国年代有七个国家 其中秦国最强经常侵略六国 公元前257年 秦王派大将王和领兵去攻赵国 赵国因被秦国在长平坑杀了四十万兵将 主力军队丧失了 所以抵抗的力量非常薄弱 秦兵很快就打到了赵国的京城邯郸 赵王和大臣们非常惊慌 赵王召集群臣商量对付的办法 凭援军赵胜主张 一面拼死守城 一面派人到各国 请求诸侯出兵援救 赵王依从了平原军的主张 分别派了使臣到各国去求救兵 平原军因楚国离赵国较远 恐怕楚王不肯出兵救援 决定亲自到楚国去说服楚王 赵王也同意了 平原军平日喜欢结交宾客 家里供养着三千门客 这次他到楚国去 想从三千门客中挑选出二十个文武具备 能说会道的人作为亲随一起前去 可是他选来选去 够得上条件的只有十九人 平原军不离凯探起来 觉得人才太缺乏了 自己供养了十年兵客 却连二十个人都凑不起 他正感到气恼 忽然有一个门客一瘸一拐地走上来 问平原军他可不可以去 平原军一看 这人不但拨着腿 而且脸色灰白 两个大颧骨 一个朝天鼻 长得非常丑陋 他不觉又气又好笑 轻蔑地问他的姓名 那门客说他叫毛岁 平原军又问他 住哪种房子 来了多久 因为平原军家里有上社 中社 下社 最有才能的人 是住在上社里的 毛岁说 他住在下社 来了有三年了 平原军听他说来了三年了 而且还住在下社 认定他是个一无所长的奔驴 干脆就拒绝了他 毛岁说 没有机会 叫人怎么显露才能呢 平原军听了 心想 这家伙倒有口才 就凑个数吧 于是 平原军宣布毛岁为上课 并答应他一同到楚国去 门客们见毛岁 竟然一步登天 心里不平 便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尤其是先当选的十九个人 更是轻视的 平原军带着二十个随从处罚了 他们分成了四辆四马高车 马不停蹄 直奔楚国 到了楚国京都 楚国的宰相 春深军黄歇 出城来迎接他们 春深军把平原军的来意 报告了楚王 楚王约定第二天见面 第二天一早 平原军兴冲冲地带领二十个随从入朝 可是出乎平原军的意料 他挑了又挑 选了又选的二十个人 却被楚王挡在殿下 不能禁接 平原军气馁了 虽然看见楚王笑容满面地迎接的 但对于如何说服楚王出兵 却没有多大的自信 平原军谈起合纵 转弯抹角地说了 联合抗秦的许多好处 可是楚王并不赞同 说道诸侯像一盘散沙 哪里联合得起来 而且楚国离赵国又远 远水救不了近火 太阳已经升到当头 那二十个门客 直愣愣地站在殿前石瓶上等着 遥望平原军 在那边和楚王会谈没有结果 心里都非常焦躁 毛岁腿脚不变 站着觉得累 就在殿前散步 赵国的假释们 见他一拐一拐的样子 都忍不住暗暗发笑 十九个门客 全都瞪着眼看的 怪他不该给赵国丢仇 殿上的宾主 还在有一搭没一搭地谈着 点心茶水 川流不息地送上去 晒在太阳下的二十个人 真是又热又壳又疲倦 可是谁也没法帮上忙 毛岁像没事人一样 依旧在那里拐来拐去 后来他竟走到店口的假释跟前 不知怎么跌了一跤 假释们愣了一下 正要感叹 毛岁突然纵身一个剑步 穿过假释的行列 抢上石阶 跑进店里去了 假释是不能上店的 他们来不及阻拦 眼睁睁地望着毛岁直上大店 侍旨们见突然跳起来一个人 都吃了一惊 他们不知道毛岁是什么人 不知是给他一个座位好 还是应该撵走的 正在迟疑 毛岁开枪了 说 我有话要讲 楚王正凡 平原君纠缠不清 现在又看到一个丑家伙 跑上店来插嘴 不禁勃然大怒 贺问这人是谁 平原君忙道 这是我的门客毛岁 楚王听说毛岁是个门客 更加轻视了 像对仆人一样吆喝道 我跟你主人说话 你算什么 由你来插嘴 毛岁冷笑了一声 忽然拔出血量的配件 大声地斥责楚王说 大王这样对人 无非倚仗人多是大 现在我离你只有五不远 眨眼功夫 就能把我的血溅在大王身上 楚国再强再大 也无能为力 楚王哪里见过这种情形 先是吓了一跳 后来 看毛岁立在那里未动 才定下心来 他对毛岁这种胆量 心里暗暗佩服不已 于是改换了颜色 叫他好好说话 毛岁一面把剑插到剑鞘里 一面问合纵的事 谈得怎样呢 楚王回说 还没有决定 毛岁问其原因 楚王摇着头 表示这件事并不简单 毛岁见楚王态度消极 便慷慨激昂地说道 天下的老百姓 都愿意过太平日子 他们希望联合起来 合纵成功了 秦国就不敢再攻打各国 老百姓都可以免除战祸 不成功 不但秦兵会排山倒海的压来 老百姓也要起来反对你们了 接着他指出 定蒙合纵是件紧迫的事情 楚王不该不为老百姓着想 他这番话很能设负人心 大家都静静地听着 平原君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咧着嘴笑 楚王好似梦醒一般 半天才说出话来 但他对合纵还是心存顾虑 不肯马上答应 原来楚王看到赵国新晋吃了败仗 秦国兵力强大 他只想保全自己 不敢得罪秦国 毛遂看透了他的心思 又滔滔地说道 不愿意联合 楚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孤立 另一条是归附秦国 如果孤立 秦国定先进攻楚国 那时楚国再想和别国联合 已经来不及了 如果依附秦国 秦国一定尽量保存自己的力量 利用楚国的力量去灭五国 五国灭了 楚国也筋疲力尽了 那时他就可以唾手而得楚国 毛遂接着说道 联合成功了 楚国在六国中最为强大 无形中就是领袖 想想看 难道联合只是为了赵国吗 也是为了楚国呀 毛遂的话清楚有力 聚聚在里 说得楚王口服心服 连连说对 最后 楚王决定出兵 毛遂忙唤侍臣去拿煞血盘来 毛遂捧着煞血盘 浮在楚王面前 先请楚王煞血定盟 然后是平原军 随后是自己 此时 站在太阳下的十九个人 几乎晒哭了 本来他们对说服楚王出兵 已不抱希望 现在看到一下子就成功了 都非常赞配毛遂的胆量 见识和口才 毛遂煞血完毕 又叫那十九个人上殿 一同煞血 刚才他们都看不起毛遂 现在毛遂可以扬眉吐气了 合纵成功 平原军回到客馆 夸赞毛遂的功劳 凯探着自己不识人才 第二天 楚王派春申军领了八万人马 出兵就赵 平原军和毛遂等人跟着回国 楚兵到达邯郸城外 立刻向围城的勤兵进攻 这时魏国的信陵军 也带了八万大军前来就赵 邯郸城上的赵兵 看到两路就兵到了 便开城接应 三路兵马前后夹击 勤兵大败 三国的兵马在城外会师 邯郸终于解围